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Super Easy Mandarin 在上一期视频当中,我们教会大家数数字 你还记得吗?我们提到了第二名和两根吐司 都是用来表示to这个意思的 而在中文当中呢,我们会有二跟两,两种表达方式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会教大家如何正确使用这两个字 二这个数通常用来表示顺序 比如说体育比赛当中的第二名 一年当中的第二个月,我们叫做二月 一周当中的第二天,我们叫做周二,或者是星期二 一个月当中的第二天,我们会叫做二号 而家里排第二的叔叔,我们会称为二叔 另外,我们在数数的时候,我们会读作一、二、三 而不能读成一、两、三 另外,这个数,我们会读作十二,而不能读作十两 而这个数呢,我们会读作二十 两通常会跟量词一起使用 表示两个人或两个东西 两个人 一、二、两张椅子 一、二、两盆植物 这棵树有两米高 真的吗 真的 你在这边坐了很久了吗 不久不久,我两点钟才开始的 你已经坐了两个小时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掌握了这两个字的用法了呢 且慢 接下来请你跟我们的路人一起接受一次巧测试吧 两百一十二 二百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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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一十二 两百一十二 二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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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二十二 两千二百二十二 两千两百 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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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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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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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跟路人的答案一样吗? 还是说你有不同的答案呢? 让我来为你解答吧 在数数的时候 百位之后的数字2 既可以读做2 也可以读做2 比如说这个数字 我们既可以读做 222 也可以读做222 而这个数 我们既可以读做 2222 也可以读做 2222 2月22日 是表示一年当中的 第二个月的 第二十二天 这里表示顺序 所以要读做2 2 在表示几点钟的时候 我们习惯性的表达为2点 2和2的区别 简单的说 2是用来表示顺序的 2是用来表示数量的 2 当然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需要我们慢慢记忆 欢迎你来留言 告诉我们 你在使用这2个字的时候的 一些困惑 我们会在评论区 为你解答疑惑哦 当然 如果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 有其他不太理解的地方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可能下一期Super Easy Mandarin 我们就会解答你的疑问 最后不要忘了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